莲花提兰,一共需要11张正方形的纸 先把4张纸连在一起,上下往中间线对折 左右也往中间线对折 跟着视频往下折斜线 上方按压下来 这个方向重复动作 这个方向重复动作 拿起来,中间按压,往中间线按压下来 形成一个正方形 往上方向 肩脚往上对折一半 肩脚往上对折一半 上面留一公分,再折一个三角形 跟着视频把这个线条折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开背面往中间线对折 翻开背面往中间线对折三角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四张线会折出左边的花瓣 上下左右对折一半 尖角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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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一半 拿起尖角往中间线对折 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尖角往上对折 上方留一公分,再对折一次 再把多余的部位折上 打开来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准备四份就可以组装了 我用白胶黏脏 我用白胶黏脏 这些线折三角形成了一个正方形 一线的机器 结合上一线的机器 这里是一线黏脏 成维装的厚本 我用白胶脏 并且用白胶脏 这里是一线的 颜色 把中间三角往外折 再把尖角塞入小洞里 轻轻的把底部打开 现在用两张纸做手把 中间三角往外折 可以把手把塞入旁边的洞口 喜欢的可以把画片卷一卷 底部会稍微比较薄 可以用一张莲花纸把一张卡片粘进去 加了卡片更加稳固哦 完成啦 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与分享